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戴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i,Della,好 今天想幫我們分享一些很貼心的題目 雖然現在官方那邊好像說 新冠疫情好像已經通過了 之前一些很嚴厲的措施都開始減回 希望帶往整個社會的經濟各樣的事情 所有事情都回復以前的常規 不過另一個問題 可能在報道上,或者在我們的診所裡發現 其實患感冒流感的人是多了 比起過往的事情 早前我也聽到衛生署也呼籲人 要去打流感針、流感季節等 但似乎是流感患病的人多了 而且也聽到一些病人的反應 現在有些人受到流感病徵之後 症狀比起以往的流感是嚴重了很多 雖然在新冠疫情的時候 袁醫生也提及過很多次 關於如何處理新冠或流感病情 但是對於現在的病情來說 是嚴重了很多 所以希望袁醫生今天 在臨床經驗上 可以和聽眾再分享一下 如何對付流感、療劑 甚至有些病人感冒完後 出現了很多後遺症 例如持續很嚴重的咳嗽 或者很累 比起以往的情人更加長時間管 甚至乎是腦子不清晰 經常都想不到事情 這些都是一些後遺症 袁醫生,麻煩你幫助聽眾 再介紹一下 可以用什麽的同理妖精處理 等病情快些可以復原 亦少一些後遺症 大家都很開心 新冠已經解封了 盡量回復正常生活 但很有趣 我的感覺和經驗 反而我現在聽到、接觸到、遇到感冒的病 反而比新冠期間更多 即是說感冒是沒有少到的 可以這樣說是更多的 但當然大家都覺得不想走以前的舊路 再去封鎖、隔離、戴口罩 不用上學、上班 知道不能繼續下去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再報道 官方沒有再繼續像以前那樣報道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算了 照常生活、恢復正常生活 我覺得這是對的 始終我三年前已經寫了建議 上去中國上邊的中央 有人說將它遞上去的資料 我也建議說流感是不能擋的 一直都覺得流感是擋不了的 你做什麽都是沒用的了 但只能找一些有效的方法去治療 你遇到時,治療得好些 那你就算了 今天你康復後 起碼你有了一段免疫的能力 但我最近開始發覺 很多認識的人或者病人 都報道告訴我 他們病了一次之後又再生病 雖然病都頗嚴重 不是很多人 有都是入醫院、肺炎、治療管炎 要民氧氣之類 反而我接觸到的流感的人 是比以前多 好了,最近我美國有個朋友 給了一個資料 10月底 有一個三天的同學療法大會 即是美國的同學療法協會 搞的 我看資料 我都幾年沒有去參加這些會議 我就很想去 我跟朋友說,一起去吧 到時見到你 你要先想一想 我不是親身去那些 就用網上來聽的 那些 它叫Virtual Attendance 我問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有機會 有些說法 流感的那種措施 可能會重新再出現 那些clamdown 那些lockdown 可能再出現 他會發一些連結給我看 我覺得 基本上 我的感覺是對的 其實流感一點都沒有對 一樣在 可能更多人感染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我應該和大家 喚醒大家 都要留心 要儘量做些事 避免容易中招 還有和大家溫溫 有什麼簡單的措施 和同學療法方面 有什麼可以做 當然同學療法是視乎不同階段 有不同的療劑 第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簡單的 预防方法 就是和大家 可能都以前分享過的 第一就是飲食方面 盡量不要吃糖分 增淡食物 fast food 精炼食物 反式脂肪 煎炸食物 盡量減 因為這會很容易 減低免疫力 令我容易中招 第二當然要多些休息 不要通宵麻雀 看電視 看球 玩電腦 玩到天亮 休息睡眠很重要 第三 吃多些大蒜 大蒜 有很多地方的人 就這樣生吃 很流行 在日本 在韓國 很多時候 用包蒜頭 就這樣吃 我知道蒜 可以抗病毒 抗細菌 抗毛菌 三方面都可以做 我們可以怎樣吃 有些人說蒜很難吃 很辣 可以加入自己的蔬菜汁 打汁的時候 放幾個蒜 當然有些人買的蒜丸 可以直接吞下去 就不太難入口 最簡單就是 煞了汁 或者就這樣遷就 就可以了 第三 第四 就是盡量減低壓力 工作方面也好 情緒方面也好 儘量不要被自己的壓力 第五 就是適當的運動 香港的地方 很簡單 就是走路 香港很多地方 很多機會 都會逼你走路 第六 就是勤洗手 洗手 我們從頭都開始 很突然都是這樣說 用鹼水可以了 拿水和番鹼可以了 不要用這些 有些特別的鹼液 有消毒藥水 酒清 我覺得那些不好 對環境也不好 而且這些用得多 對淚水的地方 也有太多這些物質 會破壞淚水的能力 很多人用這些 用得多 手也會爛 有些人要戴口罩 甚至臉都紅了 所以這些物質 盡量用一些簡單的 暖水和番鹼就足夠了 營養產品方面 可以加充些什麼呢 最簡單的 鱿油 鱿鱿油 這些很便宜的物質 有維他命也有維他命D 以及盡量撤足太陽 不要怕曬黑 盡量撤足太陽 這8點 我認為大家要繼續做 因為一般流感是很有幫助的 當然還有一些簡單的事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用過商量水 總言在德國1928年 有位Richard Simon 一位西醫 他發現很多時候 病毒菌是由耳朵進去的 不只是口腔、鼻子 1938年的時候 很多德國醫生 用商量水滴到耳朵 三滴、六滴 可以預防和治療 感覺好像來了 有些發生病 而且早期他們發現 泡菜、椰菜、椰菜 也有很多抗的方法 蘋果醋酸、梳打粉 這些全部很有效 很簡單的方法 大家可以常用 在高峰期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草藥 叫做Lomartia Disectum 叫做印第安人蘿蔔 草藥的背景 在1917、198年 世界性流感最嚴重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 他們用一種根部植物 Lomartia Disectum 煮食 炸汁 发现没有一个人死在流感 当时死亡是很高的 于是后来有医生发现了这个工具 去实现自己继续临受用 发现果园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Lomatian Dissectum的好处是草药 其实你没有什么需要辨证 记住在同一个疗法 要达到好的效果要辨证 要用得对的 因为疗剂方面有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症状 是要用不同的疗剂的 但Lomatia Dissectum是不需要辨证的 总之你觉得自己有机会 或者想要预防都可以用草药 对病毒性的问题是非常好的 这个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一直都有的 我们都保持有足够的供应 很多我们的病人、听众、顾客 都自己一早就买回去 有时第一件事先吃着 起码在过去的资料显示 用印第安人罗白是没有一个人死亡的 最近我们不断的有朋友、有病人 告诉我们 当时已经有很多病人来 因为生冠之后 病了之后有很多行为症 包括长期咳嗽、鼻塞、咳嗽 也有些是疲累 人的体力、精神全部都改变 低了、跌了 一直都康复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遗症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在同一个疗法 我们也有很多疗剂 处理这些不同的后遗症 简单一点 我想跟大家 在不同的阶段 可以用不同的疗剂 很多时候疗剂的东西是视乎你的症状 当然在不同阶段 基本上很容易出现不同的症状 如果你能够及早运用的疗剂 在它未曾恶化的时候 一剂搞定它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或者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一般的流感过程 通常在这一学上 大家都很清晰 通常第一、第二天 就是它传播 你遇到它 你被感染了 第一、第二天 没有什么 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天 你就开始在你的身体上酝酿 我叫做incubation 慢慢在养它 但也未出现症状 到第八、第九、第十、第十、第十一、第十二 一个星期左右 就出现了这些感冒症状 好了 通常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就开始康复了 康复了之后 四、五天就康复了 然后你的身体是有足够的免疫能力 但当然在医学上都认为 那个流感起码两大类 就是A型、B型、C型 这三型里面 通常如果你患了A型的流感 你未必对B型的流感是有免疫力的 所以现在也看到 也遇到很多病人 其实我生病的时候已经病过了 有些病得挺厉害的 但最近又病了 又又又又又又感冒了 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我们看到感冒的过程 现在都可以知道 因为病毒是变得很快 我觉得其中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薄味用疫苗注射来催谷 病毒为了生存 就会变得更加快 这个在我们过去历史上 我们都知道 大家心想会令病毒变得更快 令人更加容易感染 当然一般这方面的说法 很多人不都明白 或者是主流传媒 都未必会出现这些资料 给大家知道 但事实是这样 很多时候因为病毒的染病 变病毒的变 所以有些人会重复感染 但有些人在害怕 病毒变了,变得很厉害 有点打针,病毒是不断地变的 这是正常的 所以不是为了打针去准备 打针,做针的病毒是未必现在流行的病毒 所以不是觉得打针是一个解决方法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症状 第一时间发生什么事,用什么东西 刚才所说的就是印第安人罗法 Lomartia Disector 买几枝在家里,买几枝就可以了 很多顾客、病人都买几枝的 因为很多认识的朋友 希望有多个工具 除了中药,大家知道 用这个方法,躲在这里 有什么使用 也有机会做预防作用 如果大家在早期的症状 比如在早期初初出现了 有些伤风的症状 流鼻涕、头脏脏、头重重 有时流眼水、流鼻水、不断打针 或者口肝、喉咙、喉咙干 可以说是典型的一般的伤风 出现的时候 如果大家能够及时去处理它 有一个症状叫Jazzisia Adda Toda Basaka 这是印度的地方 印度的土方 是马拉巴果实 可以这么说 第一期最早期出现流鼻水 第一时间即时用 如果及时用到 可以立即控制 还有一个情况 如果遇到的症状 有很多鼻涕、鼻水、鼻巴辣 我便用Asinicum Iodatum 和Cali Iodatum 你发现症状的特色 就是流鼻水流得很厉害 流眼水流得很厉害 我便可以考虑 这个是癫化身 Asinicum Iodatum 和癫化甲 Protestium Iodatum 和分泌流得很厉害 如果最初发现有些发烧 有些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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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冻青发烧 就烏头 Econy 一般高烧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Beladonna 还有烧是有烧 但人也没什么所谓 有小朋友看到他烧 量一下是有烧的 但人又好像没什么 又不是没有胃口 又没有食 那就用Ferrenphosphoricum 有些时候 可能烧是不断地反复复复 又走不复复复复 可以用南安树 Eucalyptus 还有一个 人是突然烧高得很离谱 很不安 这就是热源 Pyrogenium 热源通常比较少用 这是一个很严重很高烧 过了这个阶段 烧或者流鼻水流的分别很厉害 过了之后 然后有一些典型的感冒症状出现 我们就视乎症状来到配制的疗剂 这个资料是我很多年前 在以前沙士期间 我已经做了一个6个小时的广告 将主要的疗剂都给大家介绍过 也制造了一个影带和一本书 很多病人都自己买了一套回家 因为这些东西是每一套回来的 但记住买了这些工具 就不代表你会不病 是的 我都遇过有些病人 买了这些工具 整套都病的 也病的 也病不好的 其实最重要是懂得用 所以我们几十年来 在这个网台每个星期讲 都希望大家了解到 你是要学会去用 我们用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随时可以听 自己去找些资料听 所以记住 疗剂的东西不是买了回去 就等于你每病 不是买了回去 你就懂得自己去医 你都懂得学用 要花时间去学 因为每一个疗剂应用得 有什么效果 是视乎你应用得对不对 要配的症状 要配得很好 好了 接着我给大家介绍几只 常用的 是常用容易看到的 比如常用的那只 通常人觉得很累 头重重 尤其是后尾似重重 有时就是渊渊痛痛 那个人觉得很寒冷 那个人就累累 很软又很累 黑眼睡 头哒哒 眼哒哒 但又不口渴 又怕冷 又不口渴 肌肉冤痛 很典型的 如果这种情况 如果症状是慢慢出现的 不是百分之一出现的 我就用的 是Josemium 黄素卿 Josemium 这是第一个第一 第二 我们会想到 就视乎症状 永远都是这样 如果你的症状是很冤痛 很尖弱的痛 痛到你不敢动 一动就痛 即使休息也好 大声休息也好 大力休息也好 空膜一休息也会痛 喉气又干 又确又痛 咳又痛 痛到头都痛 但那个人很口渴 和Josemium 刚刚不同 Josemium基本上不是很口渴 但Bionium 就是白射根 很口渴 很不想动 很怕痛 终于躺在这里 不想动 因为动了就痛 所以就不动 Josemium就累了 顾到他不想动 温温痕痕 头重重 头痰痰痰 懒痰痰 接着第三种常用的 Rustox野角 野角的主要症状 就是身体很僵紧 很痛 冤冤痛痛 痛到很不安 那些关节很僵紧 僵紧到来 他就觉得想动一下他 和白射根是很不同的 相反的 白射根是不想动的 Rustox野角是想动一下他 因为他觉得太紧了 很僵紧了 最好是移松它 但知道一移动的时候就会痛 但移动久了 便会好些 喝暖水或冲热水量 便会好些 有时候你会看到 腻胎都是脏白白的 而且腻尖有三角的红 有一个红的三角形 在腻尖上 所以重心就冤痛 僵硬 接着另一种 是常用的 Arsenicum Arsenicum 也是发烧 怕冻 不舒服 他人有很多痛 也不舒服 那种痛 是一种灼热的痛 很重要 Arsenicum 是一种灼热的痛 病人很害怕 很害怕 很不安 一路一路 当然很冷 就要抱着皮 要取暖 这是新Arsenicum 白身 接着就是Arsenicum 大家都知道 是乳伤 乳伤、铁伤 但有时候感觉好像乳伤 好像周身被人打过 分离分离 都不舒服 躺在床上 转来转去 因为床当然觉得太硬 这就是Arsenicum 生金车的症状 另外一个就是Bactisia Bactisia 是一个来得很快的 有时候有些人觉得是一种 epidemic flu 他人很毒的 骚髒到臭臭 看上去他人的嘴巴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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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这些气困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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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的时候整个典型的Brecchia 我给它之后一疗剂给它翌日就会痊愈 所以你的型是清晰 没有弱血搞的身体 疗剂放得准 基本上是一天或者几个小时就会痊愈 所以疗剂是很多 有些人出血 肺炎 出血 轮轮是主要的肺出血 吐血 吐血 其他就是Nux Formica 马前子通常胃不适 作呕作门 又便秘 但又冷 可能是吃得太滑 马前子Nux Formica很敏 Bronny也很敏 这个就是一个马前子系上 通常胃不舒服 有些人经常叫做腸胃感冒 但在医学上有些资料 说没有这回事 没有腸胃感冒 但无论什么也好 总之感冒得来 你的症状在腸胃不舒服 可能未必有真正感冒 可能腸胃炎就知道 但你用的疗劲会用得对吗 很快很快 可以放下半天 几个小时都会好 另外一个就是 肺炎腸胃 肺炎腸胃通常怎么会淋这个疗劲呢 当你发现身体有些腺肠 尤其是颈部 颈部的淋巴是肿胀起来的时候 球龙当然痛得很厉害 又肿又痛 但最当然是又软弱又僵紧 好像野角那样 亦都好像Josemian 黄素鲜 疲到死 但你看样样特别多了 颈部很痛 腌吞痛 还有颈部的扁图线是脏出来了 这个就是肺炎腸胃 疗势是很多 要视乎你的症状 还有一个症状 我发现 甚至很多人都有的 就是身体全身疼得很离谱 病的时候是全身很严重的痛 但病了之后那种痛就没有持续 这个是Solinum Lyco 这个疗势是西疗势 我以前不是很多时候说得到疗势出来 但最近发现这些症状不断地出现 这是对付一些人痛得很离谱 还有一个疗势 那种疗势是很严重的疗势 痛得整个脚都震了 温度未必高 就是Phalium D-H-A-L-L-I-U-F Phalium 如果我们遇到感冒症状 重心是痛得很交关 痛得很交关 有几种小疗势可以考虑 那种疗势是很严重的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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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后遗症 这个就是我现在开始接触到这类病人 可能半年前病了之后 自此身体一跌不起 那我就有考虑不同的疗势 也有Avena sativa Avena sativa通常是草药 是一个Tonic 通常我都是一种Oxtraw 是燕蜜草 Oxtraw 通常病了之后 病了之后身体很弱 我通常用草药 Avena sativa 两滴 如果发现那种疗势 去到疗势之后 肚子很胀胀 腹长得很厉害 那我就用China Kena 那个疗势 如果那种疗势 是脑袋很疗势 我会想到轮化甲 所以很多时候 遇到这些后遗症 我也是有不同的工具 对付后期的后遗症 好了 我最近也有遇到一个case 出现了很软弱 刚才所说的 很软弱很虚弱很软弱 有几只疗势 还有一只 Picricum Acidum Picricum Acid 或者Natrum Salicylate 或者硫磺 遇到这些情况 我手上 资料上 有七八只疗势 可以用得到 如果发现 有一个症状 痛也很辛苦 我最近有一个case 我们试一下 那些病人来到后 总是说他痛 痛痛痛 也说不出为什么 他说不到有什么原因他痛 总之什么都医不到 原来他说是右边痛 身体右边 垃骨等 总之是痛 我当时还没想到疗势 如何处理 因为太单独的症状 疗势是很难配的 但是我最近发现 有一个资料 就是说原来遇到这些痛 流感之后的痛 就是这么简单 疗势就是石虫 尤其是右边 痛是右方的 如果感冒之后 出现神经系统的疯 神经系统的问题 有一个疗势 叫做Sculctelaria 一个中型的疗势 专门对和Nervous System 神经系统受了創伤 英文叫做Sculptelaria Lydingman SculctelariaLacteriafolia 酱花黄神 是多方面的工具 遇到之后就适当地应用 很多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应认为解 还有一些资料是咳,咳得很厉害 我们发现有ammonium carbonicum ammonium carbonicum通常都是年纪大的人 症状很累,很容易伤风,肥肥的,心上软软弱弱 通常很怕冰,鼻膏被塞,咳得很厉害 我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个症状 但他不是在香港 他说他咳得很厉害,鼻膏被塞得很厉害 有时不能呼气,这个疗剂应该是ammonium carbonicum 还有咳得很厉害,maphitis maphitis是一种臭油,英文叫Skunk Skunk是臭壶的分泌 maphitis的重心是咳到痴肺 咳到痴肺,真的这样 咳到肺好像压着肺、压着心 这个就是maphitis的症状 所以大家遇到什么问题 其实同学疗法也是有很好的疗剂 可以帮大家快速解决 好,谢谢袁医生 其实大家都一直强调流感 不停停止,不会有制止了 只不过我们无时无刻做好自己预防保健的方法 希望不要受感染 但受感染后,用正确的处理方法 令你的康复期更短,快速 像全部的痊愈之后 亦给你自己抵抗力 去应付将来感染的情况下 之前我们一直说过很多 关于流感的处理方法 而今次袁医生 根据近期的新资料 以及病人回来的症状 比起过往一般的流感症状更严重 而再找到这些疗剂 最重要的是 尿剂处理后遗症方面 可能有时大家手上已经有些疗剂 可能是处理了,但未及时 令到完全痊愈之效 有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可以听到今集 可以知道一些疗剂可以帮助 正如刚才袁医生说过 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已经准备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疗剂套 但买了疗剂回家 不等于你们不会生病 也不等于你们自己会痊愈 一定要适用 所以听了节目之后 加上手上 家里有的疗剂 大家可以做到有备无患的情况 大家可以安心地过来快乐的人生 今天多谢余衣衫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衣衫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者说的套装 在陆创意健康店可以供应 想查询可以打电话 2882-4848 可以我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许上YouTube搜寻自然遥发愈利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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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